現在是由我們第17執行組議員提出執行 我們請陳建敏議員時間40分鐘請開始 議長 市長 各位同仁 這個 市長 休憲先向你請教一個問題 請問 什麼叫做婦同專案 他的內容是什麼 這個還是叫警察局長來說明 沒有啦 你來說明這兩天你們都 到來到去都到不來啊 到底有婦同專案嗎 他的內容是什麼 我們希望可以說好清楚啊 不然一個說已經開始回合 一個說根本就沒有婦同專案啊 這個 因為剛才那個警察局長已經回答過 事實上這個是 這個在100年的時候已經警政署取消掉了 100年的時候警政署已經取消 101年 101年 警政署取消 他的內容是什麼 是 啊 取消 既然取消了 為什麼邱局長還在29號當天說 晚上已經開始婦同專案了 是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跟陳議員報告 那個所謂的婦同專案 市警政署跟教育部在民國97年 推動一個計畫 就是愛心安心走廊的這個 校園安全的相關的計畫 這裡面有一項是婦同專案 他的內容 陳議員報告 他是要求各警察分局在國民小學的這個學童啊 上學跟放學的時段 然後規劃一小時的勤務 規劃一小時的勤務 來執行交通疏導 守望 行邏 交正這些相關的勤務 這個是婦同專案的內容 那到了101年的11月22日 警政署啊 韓報 韓班各警察局這個計畫 你有公文在嗎 有 有公文 那麻煩你把這份公文給我們來作為參考 好 謝謝 但是柯市長您所說的 是 恢復婦同專案 是 或甚至擴大 他的內容是什麼 是 是不是也要這樣做 跟陳議員報告 5月29號 文化國小案發生以後 市長立即在晚間 21時召開專案會議 我們警察局跟教育局 延商結果 向市長提出建議 為了安定家長 這個 讓家長啊 放心 讓市民啊 大家有信心 我建議 我們立刻 在第一個上班日 恢復婦同專案的執行方式 就是在上學跟放學的時候 加強勤募 讓家長放心 那從實施到現在 這是第二天了 那也獲得家長們大家的肯定 我們會繼續實施 直到家長放心為止 我想 互同的問題是長期以來 所必須要面對的 但是我們不希望 跟上次政結事件發生過之後 還有人拿衝鋒槍在捷運裡面巡邏 這個就是教往過正的做法嘛 那甚至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規劃 未來在學校的安全上的問題 像我們在國外 我們看到很多 public elementary 他們的學校 平常都是開放校園 學生上課的時候 先扎等等 絕對進不去 所以未來在校園的要求 我要求也是如此啊 本來學校跟社區就要有互動 但學生上課的時候 學生在使用的時候 就必須要跟一般外界的 檢查人等區隔開 我想這個就是校民安全的目標啦 那針對互同專案 我想也必須要說明清楚 免得外界疑慮 因為現在搞得好像是 這個是柯市長你取消的啊 你有檢討警察執行的業務內容 但是我記得好像沒有這一項 同樣的在檢討警察執行業務的內容的同時 我也要自己檢討啊 我們捷運為什麼一定要叫警察去國 有一個捷運警察隊的人力 老實說 我覺得我們在國外也沒有看到 每一台捷運上面都有警察在巡邏啊 很多保全的人力本來就是捷運公司要自己去負責嘛 所以未來捷運公司應該自己增強自己的保全能力啊 不是把所有責任都丟給警察 同樣的在教育這一塊也是一樣 市長 甚至每一國都要民隊 教育局 經濟 評鑒 還要綁飾 對不對 這些工作是不是 他們要檢討 讓老師也能專心來照顧這些孩子啊 因為我們看到 現在教育局 如果現在學生的孩子 安全的問題開始 可能每個都要去綁飾啊 然後 國文英文啊 交通安全啊 衛生啊 一大堆 這種綁飾 你叫老師怎麼安心教學嘛 你叫老師 平常去忙這些雜物 做那些報告都做不完 所以局長 你是不是可以承諾 來全面檢討 學校 老師或相關行政人員 他的業務 讓老師 讓學校的教育回歸正軌 可不可以做得到 可以 謝謝議員的關心可以 但是喔 我聽你說 我很沒信心 因為我頂著有特別跟你說 校長評鑒的問題 我說 如果 教師會跟家長會 兩邊已經達成共識的 這校長就這邊比較好 那如果 教長會 跟老師 跟教師會 兩邊不一樣的意見 教會就叫 要蓋入 蓋入協調 對不對 結果你們的做法是什麼 通通投票 讓他們兩個去吵 這個就是教育局 你現在答應我 承諾我 在相關的評鑒方式 要來減少 結果你們的做法 正好相反 對於 這個校長離選的態度 兩邊有意見 你們通通投費票 這是解決問題的方式嗎 根本都是在逃避問題吧 所以我覺得 湯機長 您在這方面的 領導能力 可能出了問題啊 為什麼 您的指令 都沒有辦法得到 我們教育局同仁 確實的來執行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我們希望你能夠 確實來進行檢討 謝謝 同樣的 我們看到最近 這些幼稚園 開始抽籤 我們在公幼的部分 幼兒園 結果 現在沒有名額耶 為什麼 我們雖然列了八大順位 事實上 有十三個順位 為什麼 第一優先就有六項 第一優先就有六項 教育局 你這裡都排除了 還存幾個名字 可以讓社區的小孩去搭 沒有錯 有的學校沒有額滿 但是幼兒園 本來的分布 就是人口密集的地方 你的班級要多嘛 人口少的地方 班級要少 結果你們齊頭式的平等 搞到最後 真正需要念幼兒園的 沒有辦法念啊 抽不到啊 就以我們的學區裡面 我們的轄局裡面 社子國小 才六十九個名額 結果只能抽三十九個 其他的通通 被這個排序抽掉 欸 每一年齁 一年的教育生是二百四來幾個 只有我去抽籤的才三十九個 這很明確的 換不均嘛 很明顯的在這個優先的順序上 出了問題吧 很多家長在跟我們complain 沒有錯 很多 新移民 他是弱勢 但是也有新移民不是弱勢啊 為什麼他們都是列戰優先呢 他的 priority出現了這些問題 然後讓一般需要的家長 他沒有辦法入學 讓一些競貧階級的 他沒有辦法去念公托啊 公幼啊 那這個就產生了非常大供需的問題 念公幼 一年六萬塊 特殊你要 都要十幾萬 都要十幾萬 家長根本就負擔不去嘛 那這樣負擔不去 我們就交友主連出的問題了 所以我希望 國長 甚至包括 我們關市長 在 說你要討論這部分 是不是 我們全民來檢討這些名字 包括 我也要向市長請教 市長請教你 是不是 我們沒有自己的家 我們就不可以 我們學區特色 是不是 這樣 沒有自己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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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如果不可以 我學區特色 有戶籍就可以了 有戶籍就可以了 錯 他要排序 報告市長 這要排序的 第一優先是 自己有房子 跟父母同住 戶籍在這邊 時間夠 但是 我沒有自己的房子 我租房子 小孩子從出生就在這個戶籍 現在 有資格念國中 結果 不能念 因為沒有自己的房子 這是不是一種財部的歧視 這是不是一種對人民的歧視 那你們就應該調整班級 如果你的排序出了問題 你要調整班級人數 看要征班 或者有其他的方式來做 我們絕對不允許這種 這種結果的發生 所以在教育的問題種種 史安的問題 剛剛很多同事都談過了 但是我們談這個最切身的問題 我們希望教育局 能夠從這方面 全面來進行檢討跟改進 是 局長剛剛提到這些問題 你可以 來進行了解改善嗎 可以 會 那你什麼時候要給我答案 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今年度已經在實施了 我們現在在檢討的話 可能是變成明年度在實施的 沒有啊 那現在已經沒有辦法念出 要改分發的這些小朋友怎麼辦 你說小學以上嗎 國中 國中小學 那那個是有他們入學的規定 因為他就是按照學區制 依他涉及的先後來 可是今年你們特別減班啊 我特別問過學校啊 他說你們今年特別減班 因為現在少子化之後 你們為了強迫大家 讓這些學生能夠到一些沒有額滿的學校 以前額滿的學校還減班 搞到這種情況 結果人家原本就在那邊出生的小孩子 現在不能念書啦 他跑到老遠的地方去念 包括我們的減班應該都是自然減班的 現在的結果是這樣 所以要求你全面來進行檢討 我們絕對不允許這種情況的發生 沒有錢賠償 我就不可以賺錢 哪有這種事情 包括公佑的事情 麻煩你全面進行檢討 好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希望 這一國會裡面 會期繼續進行 我們希望結就到了 好嗎 好 教長你請回 謝謝 再來我請教 我們閣市長 我們這輪局有在用欠償嗎 捷運局有在用欠償嗎 捷運局欠債 捷運局有在用欠償 可以讓捷運局做工程可以欠債嗎 可以欠錢不凡 可以欠錢不凡嗎 他會賠償 會賠償 沒有錯啦 現在就有人叫台北市政府賠償 欠台北市政府這輪叫百幾個運行 一百億 我們做新爭線 我們做六爪線 做做的都沒有錢 對 阿這是怎樣 我們台北市政府很好 我們欠人憲保肺說我一定要害他 結果人欠我們百幾個說 慢慢賠償還要怎麼賠償 現在好像訴訟 正在告 正在告啊 正在告啊 沒有錯啊 欠我們百幾個是屬實 我正告市長 這輪局是領什麼的錢 他們的領的薪水是誰的錢 是中央政府賠償嗎 還是台中市政府賠償 大方做 這是什麼原因 甚至我們看到台中 中府工廠房 去台中做結論 做做的 現在出事要叫我們賠償啦 要領我們的薪水 工廠出包 還要用我們的薪去賠償 領我們的薪水 領錢 領錢 所以這輪局自己很紅粒 做行政管轄會員工廠 沒想到這些錢都沒收出來 這輪局未來的角色和領位 應該全民的做檢討 台北市的這輪局在法官市的工廠 做了解我們的薪水 哪有這種道理 所以這輪局可以簡單回答 未來對這輪局的角色 以及中國組織 應該有的領位 這個 其實陳議員問到了一個 非常非常困難回答的題目 因為我們上任以後 針對台北市八萬名員工 在組織改造有在做研究 其中最頭痛的就是捷運局 因為他到現在為止都還不是 應該叫什麼 派用單位 派用單位 他也不是我們台北市政府的 正式的公務員 不是任用單位 這是派用單位 第二點 捷運的建設 台北市的部分差不多了 現在如果台北市也有 新北市也要弄一個捷運工程機 桃園也要弄一個 台中也要弄一個 可是經驗人員都在台北市 所以這 這的確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要嘛就 其他縣市都不要設自己的捷運工程機 由台北市全部委託代辦 這是一個方法 不然就是交通部的 要成立一個軌道工程局來處理這些問題 沒有啦 這就像市長所說的 你交通部你會做一個工廳 或是工廳 這個部門專門要做工廳 要不然就是超大分 整個 看北港後在台北 中港去台中 南港去台南 大家奔奔奔 我們不需要吃一個 大小的工廳 再叫他們去做白行 藝術中心去 路來做 公園來做 這真不合理 而且對到經國的議選制度 也會出現很大的問題 現在就是這個問題 因為如果叫台北市去蓋 可是明明那個自償率又很低 那如果以新北市跟桃園市他很想蓋 可是對台北市來講 轉氣轉了氣 所以你已經講到了 目前整個台北市政府 在組織架構上 一個最大最大的困難點 沒有錯 對啊 所以這部分 我相信 如果行政委在開會 有機會 我們希望你去表達這個意見 我們這些理好的人材 也可以去協助 全台灣每一個地方的建設 其實這個問題 應該是交通部要出來整合 只是說 整個中央政府好像有點在 也是變成觀望態度 不是很積極 我們一年就沒希望去負擔這些人 對啊 這是蠻大問題 所以我也希望說在明年總統大選完後 這個是最大 在台北市政府的組織架構裡面 最大需要拿出來的討論 沒有啦 一個比較快的方式 你就跟林家人說 因為台中如果要做文章 我們協助他成員 一些人去幫他倒三天 台南要做這個 我們人去倒三天 我們的組織就算過了 待會就拆掉了 可是這樣也有問題 就是每個縣市都適合捷運工程局 這沒道理 捷運工程後續有維護 有營業的問題 這些人再轉型過去啊 工程還有維護的問題嘛 其實這個問題講真的是 要交通部出來整合 這個本身就是要交通部來整合的問題 但是他不做的話 總不能叫台北市政府一直負擔這個責任 因為我發現到捷運局的組織越來越龐大之後 真的就變成一隻怪物啦 什麼都做保山保壞啊 對啊 這可以蓋兒童樂園 這屬於是一百十八行 一百十八行工程都在做啊 要找死人 有這個捷運局 新工廠就好裁測掉 新工廠裁測掉整個都由捷運局做 對吧 所以我們希望在這個組織這部份 要來進行檢討它了解 千萬不要讓這些組織越來越大 另外一部份啊 從布公博物院衛生區 一直到那個士林官邸啊 這些都大概只有這些吧 我跟市長報 我們樹林不簡單 跟台北市政府建設有夠桌 藝術中心有沒有 現在去不好了 李董樂園有沒有 有啊 柯博館有沒有 天文台有沒有 樹林名牌有沒有 樹林官邸有沒有 祺仙公園 祝三宮 這麼多郵樂區啊 還有你所說的高雄 你知道南北鄉幾條路嗎 南北鄉 剩下路啦 中正路啦 啊再來咧 不是中正路啦 中三百路啦 再來還有路嗎 沒有路人走啦 是不是 南北鄉只有兩條路啦 所有的觀光客都擠在這裡 每一天油浪車這個地方幾百台 我請教市長 你如果住在樹林 你會覺得很辛苦 對 現在是沒有遊覽車沒有地方停是 不然是這樣 樹林的基民的管理 這些觀光客都會進來 包括一般國民努油的 油價進來這個地區 那地方的民眾的管理在哪裡 它的管理在哪裡 在開放觀光 我們很歡迎 但是我們希望 我們市政府可以做好完整的配套 自我上海 市委員會開到記者會 我們希望說 欸 沒關係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 官體的部分 因為這裡可以去燒爛 包括 包括 我們的 我們技術中心 這庫尾 包括野獅子 包括 天文台 庫尾部罐 包括立浪風車 這部分有一些 油煙車的停車場 但是其他的所在都沒有耶 但是你們現在這樣 有說要來幾月就要做 我請教市長 你可以要求他們 當時要做得好嗎 那個市民管理 那個大客車停車費 對 包括議員 這個 已經在設計了 應該在這兩三個月 就完成 簡易的停車費 我告訴你 再來七月份 八月份 這都七月份 這都七月份 旺季 是 那要這個時間來看 會說什麼 大家都坐來這裡 所以我們的政府 做一件事 這樣拖拖拖拖拖 那個地方 是我們自己的 是政府的 整個放在旁邊 都完全沒有地方 我們到底要做多久 做三國做不好 沒有 現在已經在設計了 那 短期內 發包完 就用簡易的工程把它完成 還是政府要自己做 還是要交標 要讓人去經營 沒有 我們是有 我們自己聽完出來 施工 發包施工 我們發包施工 但後續的經營 是我們要經營 還是委外 我們可能是由我們 聽完出來自己來經營 你去做人幫人去做就好 人家的銀杆 我們旁邊的幾塊塊 我們家的站在旁邊一塊人 一個禮拜幾塊 都要在做 在那裡打好 我們要政府自己四天做得好 做好之後 還要交給人經營 發包施工 我們會用最快的速度完成 你到時候都做好了之後 你用OD的方式 你為什麼乾脆不租給人家 讓人家去經營去做 民間就是有它的效率 所以我們希望 我們只希望你在最快的時間來完成 一定的 不要等到七八月份 這種旅遊旺季的時候 再造成士林地區最大的困難 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市長也是要再三個月嗎 我看你要再在海頭 那個鋪面整個要重新整理 然後用最快的方式來完成 那都大陸我們自己的 快點快點 多久的好 兩個月裡面 兩個月裡面完成 要看市長也要再唱 沒有啦 這個 這個 好啦好啦好啦 盡力了 比較近 我們希望 希望要好爐進行可以做得好 那如果沒有這個地方 是大家空氣到要死 要讓大家幾個 買給你買 包括市長 我最近對你說的才會有 我也有一點意見 怎麼說 因為坐渡不開 為什麼年輕人要跟這個坐渡不開 主要是 我們的交通安全 交友 什麼是出問題 對不對 所以對著相關 這些修容 我們的公共設施的部分 政府最近我經常回到 現在露火梯 現在沒以拒絕 經常小孩騎著 我會騎騎著 這跟他喝醬酒 不是 他當時抖下去 去告就散 就出去了 所以對 台北市全民者的標籤 要來加強 它的豐骨的標準 是不是 你能夠要求 交通國際平台 可以很快來實施 包括新工廠 未來的工廠設計 這方面 可以將標準提高 我們現在已經在做企業 我們第一款的 從洋巧克力已經在 有時間做 就是那個方法係數比較高的標線 但是還是要鼓勵這個年輕人 多搭公共運輸 因為我們年輕人的整個造勢 就是受傷的比例 佔我們整個受傷比例的三分之一 就是18歲到25歲 這一群有三分之一 我知道這個問題 但是這是整個環節出的問題 像這一部分的話 就是那個局長 助長您先請回 這個環節要跟市長來進行 討論 為什麼 其實我相信你沒有時間看電視 對不對 很少看 但是現在在場的 所有的長官 你們現在看電視有沒有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很莫名其妙 所有電視廣告都是線上遊戲 都是暴力都是血腥 那既然是這種 廣告這麼多都是暴力血腥 難怪培養青少年 這種不正常的人格發展 你去日本 你看他們的電視公共 你敢不看他們這麼多線上遊戲 我本來看萬不看 甚至我朋友在日本 想拍這個 都自己一個螢幕 那台這樣 結果噴出的灰是紅的 不是紅的 它就反正不能有流灰的東西 所以我們希望說 當然這是中央NCC在管 但是就台北市 台北市這部分 我們希望可以幾番這些 遊算電視台 他們可以道德勸說 盡量 將這個公共的勢堂 做正常的分配 公共20分鐘 1點鐘20分鐘 15分鐘都在線上遊戲 台到樓下樓下 還有台車啦 放火啦 修台 都傳這種人 所以想這些問題 我們希望 可以 來對這些集資 來進行 進行 到底去看什麼 這個我們官傳局可以管嗎 廣告內容 廣告內容 可以提供給 可以要求他們 可以跟他們道德勸說 真正 從法的角度來看的話 是沒有辦法去限制他們 所以最近在修廣電法會 我也動員了一些立法院的朋友 希望他們能夠重視這個問題 這個真的越來越嚴重 那他同樣的 沒有關係 檢區長您先請回 同樣的 其實最近 我發現到 我們柯市府 北天都在推公營住宅 但是柯市長您知道嗎 最近推出的公營住宅 叫好不叫做 出租率非常的低 你可以去看 第一波入住的 三星 那這是什麼原因 還沒出出去 你知道這是什麼原因嗎 你家庭之後不好嗎 地點不好嗎 其實 我跟一般的民眾 如果在交談 我發覺說 租金太貴了 所以你家庭去那些 到時候做不出去哪有好 包括 最近 很多 比如說大廣東這裡要剃房 一家庭要關關來 是時候英平國體大 英平永平中氣住宅 結果呢 以前已經有住宅 人家庭有關關關 這中氣住宅的政策 是不是應該要來檢討 在整個公營住宅的部分 它的一個租金 它的一個標準 是不是應該來進行檢討 甚至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看到這個新聞 中央 最近發布了一個新聞 租金補貼要提高到六萬戶 六萬戶 由四千塊提高到五千塊 因為蓋房子的速度不可能那麼快 你從土地取得在房屋興建 還有後續的管理問題 包括你現在要成立的住宅處 一樣的道理 那天住宅處要成立 他們來跟我遊說 我問他幾個簡單的問題 這個就是我在電視上 那個我們議會的前輩 趙超康先生跟我問的 你們這些議員的以後都是幫兇 為什麼 我們現在的出租住宅 出租住宅 發生了問題 人根本趕不走 為什麼 今天是一個弱勢 他沒有錢 外面沒有錢租房子 對不對 他所有的家當 就房子裡面那些東西 他違規了 是因為他做資源回收 有些帶回家 他繳不起房租 他不守規定 總是有他的理由存在 針對這些弱勢 未來住進了這些出租住宅 你確定你敢得走嗎 他不守規定你敢得走嗎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他就已經沒有錢繳房租了 那因為欠繳租金 你能夠把他趕走嗎 他是弱勢啊 你能夠處理嗎 他影響了整個公營住宅的品質 你可以保證你可以處理嗎 市長 這些市長 這些市長 後面公營住宅都要負擔的啊 你敢不考慮到這些問題 你有製調處理嗎 到時候補助又看出來說 哦 這個課市長很不良心的 人家都沒有房子大 可能 這樣高身 獨身一個人 結果你睡著了 結果晚上睡著了 又睡著了 誒 這個罪名你要負擔嗎 你這不是考慮到這些問題呢 好嗎 請你跟他回答 那個跟一座做個補充 首爾26年蓋了26萬戶 到今天都還碰到沒有想像的問題 所以一直在努力要改善 基本上是這樣 先談這570戶 雖然市府也覺得租金有改善的空間 可是用100個人來申請 不到20個人可以入住 然後另外也跟一座說明一下 現在有570戶 事實上已經配租466戶 只是還在簽約跟等待的期間當中 整個來講即使如此 我們也發現有很多改善的空間 好 回到一座剛剛提到一個 那麼敏感的問題 這些弱勢的人到最後 如果還要繼續租怎麼辦 誠實地說 整個團隊努力在想 包含成立住宅處跟公宅管理公司 這是一個全新的局面 也就是說要開始 開始啟動 而且中繼住宅等同是永遠的住宅 它第一期活期之後呢 我們整個的體制一定會努力的朝向一個好的體制去發展 很難 但是要開始 對 我們也知道這個非常辛苦很困難 但是這絕對要邊走邊修正 還有很多現實的狀況它會發生 那這些都必須要配合社會時事來進行處理 而不是一成不變的規範 這是我覺得後續的公營住宅的一個規劃 真的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 那當然從士林的一個再生計畫來看的話 其實也有很多不合時機的地方 為什麼 你如果按照你們的計畫 要把星光這一塊後續做為轉運 那它回饋的面積要多大 所以轉運中心轉運站 後續它的面積要多大 那你能夠提供給人家多少的容積 讓它能夠回饋這麼大的比率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這是很現實的問題啊 如果它開發不符合經濟效益 就會跟士林職場 就會跟星光紡織 就會跟目前台北市很多地區 它不願意來進行都更 同樣的原因嘛 所以對著這些問題 你們有辦法提出國家先進的作法 這些生活 讓我們參考 讓我們可以對八十來說明說 未來一佩合都更 它有載到一坪換一坪一坪喔 不是又加工和設施 加工和設施 要再靠三聲幾四聲喔 是不是你可以跟我們成功 跟所有的老伯是成功 未來要配合台北市的都更 一坪換一坪一坪絕對沒問題 還加一個社會 這是向農民說的 你如果要支票比比大廳還沒問題 你敢有十條這樣說 林副市長 一坪換一坪是不能這樣子喊的啦 我們意思上是說 該給的容積是絕對應該給的 而且是要用公辦的來協助 那因此在士林再生裡面 您剛剛所指認的這幾件事情 我們會展開這個計劃 然後分別跟士林職場 以及我們星光坊子 我們會設定一個工作期間 來分別找它的高層分別來談 因為我們站著一個比較協助的立場來協助 那不只是如此 包含小溪街 我們也都來考慮那個地方 都可以透過這個再生計劃裡面 把它住宅區調整為商人區的必須性的話 我們都應該大膽的來做這樣子 對啊 但是要做都更的計劃 其實重點就是在誘因 目前就是誘因完全不足 你四五層樓的房子 你要它配合都更誰願意啊 我四十平的房子 蓋得好之後 我存在幾平堂住 幾十個去住 對不對 我現在住的工作 我還不用交管理費 後面還住小房子 還交錢 沒人買 所以台北市的土地 價位要改變 其實不是只有理想 是 還有很符合是這個做法 照樣就得到市民的 對 就如同剛成員您剛指示的說 市林的發展裡面 同時也必須去理解 它的發展的軸心裡面 東西像的這個 東京樓 那麼南北向的積合路 它其實它 它是一個十字架的這個骨髓啊 是重點地區裡面 包含市長也曾經提過 市林職場為什麼都市計劃 給它變更之後 它就不開發了呢 所以我想我們就應該是設置一個 比較特殊的方式來跟它談 然後另外 沿著旁邊 因為它是有建坛 然後接下來又有我們非常重要的北役 然後我們往前的話有捷運站 然後再來是 那一塊小小的是市府的一些部分的地 長期沒辦法開發的住宅區 我都覺得應該大膽的來調節它 是商業區的能夠 給予足夠的這個可開發的誘因 我們再往北的話 就是我們的星光紡織 它已經idol在那裡多年了 我想我們可以主動的來協商 我想我們訊息放出去 也是希望能夠跟它們高層 或者是進行 我怕沒有 因為星光那塊 現在已經要做企鎖線了 它現在都已經做人了 客人都給人了 這個都沒有 這個都是它的現狀的養地的使用 所以我想我們也會設置一個長期工作站 但是都市計劃要有個大宏觀面 那麼一起來調節 對啦 做全區的計劃 這本來就是必須要的 但是怎麼樣讓它複合實際 讓計劃能夠落實 這是我們希望看到 包括社子島的開發 包括關渡平衡的開發 這個都是有一些非常確合實際的問題 因為包括這是施權的問題 你現在施權問題是很難來處理的 但是就是必須要用一點心思 也要有足夠的誘因 在戰略地點上 就必須提供足夠的誘因 然後來協商它 那麼他們的發動都根 就會使得周邊的民辦都根就一起帶上來 那麼對於整個士林再生 才有一個比較大的這個機會 所以我們會朝這個方向 好 市長你 拜祭想水嗎 我去再春遊泳池 用水嗎 去哪裡 再春遊泳池 沒有 你是不會太用水嗎 會 不是有不好而已 但 companions就是我最大分而已 沒有 都以前 一樣 你看這個同鄉什麼人你知道嗎 這個叫李再次 再春用紙就是用他的名字去做 但是那個地方現在全面都打風 全面都打風 但是我所知道說 其實我們獨法宮這邊 包括副市長這邊 對著這邊的開發都有一定的結尾 未來這第三個可以成立 蘇林後面的第二句是說 這個地方後面可以將共産教拿入紀念公園的 這個就是以前的共産教 要讓共産教拿入 現在整邊都放在那裡 放一些麻煩放在那裡 就是以前中山教拿入 是不是 讓答應說未來中山教紀念公園 可以集隊來做幾位來做公園 這個中山橋的改建有個計畫 這個怎麼處理不是改建 這是什麼散後 事實上我們最近大概會連那個 就是竟然建談嘛 整個市民再生計畫 從我想我們整個完整一點 再請各位議員再來 再提供一下 我們希望這部分我們可以考量 因為這畢竟是在地的文物 在地的文物在在地去做 我們去國法看很多地方 他們的旅行買了 雖然水道的改變 如果是他買了 那個橋也是保留 變成一個經關在的 好 時間先講評一下 我們在座幾個月先請回 謝謝 市長 我記得我頂座特別問過 就是說 我們本身愛心優優卡 他是不能解決印 好像有優待坐公車 但是就這個問題 我不知道你處理後的進度是什麼 來 交通局還是回答吧 愛心優優卡的部分的話 我們現在有這個 就是點數的部分 那至於是說 要適用到哪些運具的部分 我們會再跟社會局那邊 再做一次溝通確認 市長啊 你愛心優優卡 他是有跟這個點數 不是坐免兼的 他的點數如果用完 他還要自己開支 所以他要用這些點數 是政府已經有變議選都做 所以如果像這個立場 你說 我這樣讓他坐捷運 我要增加議選 這完全都不合理 這完全都不合理 因為他本來就是用那些點數 包括他拿去坐 坐客人簽也是一樣 我希望市政府應該 他要用這個角度來做思考 包括 未來 從中間 我們的憲保肺的補助 以前 馬英九市長的時代 六十五以上的市長 憲保 憲保肺是不用交的 要讓郝龍斌市長 他加一個牌付條款 結果現在 所得比較高的這些老大人 他要交憲保肺 但是有一部分 他也是很困難 他是讓他們兒子補新租所得的 我是認為 紀錄是六十五以上的市長 應該都有台北市政府的福利照顧 是不是你可以成功 還會合六十五以上的市長 可以憲保肺的補助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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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怕 關於這個 我們整個台北市的福利政策 我們大概 大概會 會在近期內 會有個總檢討 基本上 我還是主張排富 基本上還是主張排富 每個月領十八趴 一個月九萬塊的 你還讓他有這個福利 我覺得沒道理 報告市長 他們是不用繳保險 不用繳健保費 這個健保補助只是針對一般的老人家 他們是不用繳健保費的 不管他領得再高 他都不用繳健保費 這個不合理 對啊 那像一般的老百姓 就沒有辦法讓政府真正的照顧 他今天你說排富 他是不是真正有那些所得 事實上 他對社會有這個貢獻度 他繳了那麼多稅 這是政府 國家對他的唯一照顧福利 為什麼他不能夠享用 我想這個是非常切合實際的問題 包括愛心優惠卡 那您檢討 大概什麼時候可以得到這個答案 反正在兵綿連的預算 這個都會拿出來討論 好 諮詢時間到 上會 大家辛苦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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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